大家好,欢迎收听《帮向编辑》的节目 这里有我,以德台仰和家餐生的 各位网友好 好了,我直接入正题 喜欢的话,希望大家都点个赞、分享和留言 昨天冬章有一个话题 我认为是挺为之吓人的 而想不到这种物质已经去到香港了 而且有不少小孩竟然会碰到这些东西 所以我才认为有需要开一节和大家 再探讨一下这种物质是为什么可以这么容易流行起来的 先说回什么 昨天冬章有一则报导 讲到一种俗称太空油的东西 英文是space oil 想不到香港现在都破为之容易就可以买到的 在不少的,尤其是Telegram的群组里面 就有很多人在上面兜售 你下了发条讯息 想买,你就自然就会通知你 以及去哪里交收 而且价钱也挺贵的 那样东西就叫做太空油 它是以一个给你吸食电子烟的烟油蛋 卖给你的 价钱就由300至500不等 而且最夸张的就是有不同的味道 不同的水果味 什么?唇膏? 类似这样 就是一块这样的烟油蛋给你吸食的 放到电子烟里吸食 而最为恐怖的就是有些小孩在吃的时候吃一两口之后 然后手震、脚震 走路又对接了 好像丧尸药 没错,就好像早几年前 在美国经常传出一些街区 不是很多丧尸的街区 那个特征就是这样 现在就搞到香港的小孩都吃了这些东西 我认为觉得是非常之恐怖 而且那个蔓延速度是非常之快 我见到它的价钱 300至500一粒 现在的小孩都挺有钱的 零用钱都洗掉这些东西 你说都挺可怕的事 令人心寒 是啊 今次我想再说一说 原来这件事情 除了在美国流行之外 英国都已经流行了两年了 现在我相信BNO价格不单只都需要 特别注意一下你的小孩 尤其是读中学的小孩 有没有碰过这些东西 因为吸食这个电子烟 在外国都非常流行 因为一来 烟草就要打碎很贵很贵 但是电子烟就变得很便宜 本来电子烟这件事情 就设计可以给人用来戒烟 就是有一种代替品戒烟的 初初出的时候烟草就没有尼古丁的成分 只有香味 但是搞着搞着 那些人可能觉得不够过瘾 之后就出现 落入尼古丁 现在呢 就衰到是怎样 落一些毒品进去 而这些毒品 就不是我们一般 所常常吸食的那种可乐 现在是那种合成的毒品 什么叫合成毒品呢 就是用不同的化学品 本身的化学品可能是化工原料之类的东西 将它构成可以令人承引的烟草出来 在香港 这个东西就叫做太空油 但是在英国就不同 就不是space 就是spice 即是中文就是香料 是的 这种叫spice的毒品 同样地在英国的中学校园里面 是非常流行的 就有英国媒体就引述过 一个叫ban的小孩 他就大约14岁 14岁的时候 据说 他就有些同学仔 介绍他吃这样东西 因为他就看到 每个同学都吃 自己不吃 不就好样子 那会吃下吃下 吃下吃下就成瘾了 那成瘾成什么呢 他是会越吃越大量 本来呢 以前他说这个ban仔自己说回 初初吃 吸一两口就已经是很high 但是慢慢慢慢就越吸越多 噢 即是跟普通那些毒的 那些隐君子差不多 这样的进程也是 是的 而且那个进程也是颇为之快的 初初他吸一口就上头了 到最后他吸一口 上头五分钟 之后那个药力就散 接着又要再吸 搞搞搞的时间就要吸越短 久而久之呢 他变成一个习惯 就是每天都要拙下 才安乐的 那么那个可怕之处就来了 就是他在学校上课也在拙 拙到上课 自己对接了都不知道 或者变成一只喪丝 那些不是有烟的 没有很大烟的 那些是没有很大烟的 因为就是要大烟的话 你上课就容易发现了 拙的那只不是很大烟的 那他可以上课偷偷地的拙 是这么恐怖的 在发展上 那我不知道香港啦 我相信香港就没去到这么猖狂的 上课吃的 但是英国就有这样的事例出现了 而且呢 有不少的中学都在这一件事 都非常流行的 去人不浅啊 是啊 那么在英国的报道就 据问这些这样的 叫Spice的东西呢 里面就混合了 一些的化学物 其中一个化学物叫做THC THC就是在 大麻里面 会有的一种 能够致患的化学物质 我相信就是 有人就从大麻 或者其他 方式去 提煉出这个THC 再注入这个 烟油蛋里面 继而被人吸食 那么分别就是 香港那里找到那个 就是用另一种化学物质 而同样的 产生的效果就跟THC一样的 那么其实不同的 货源或者不同的生产商 他们所用的那个 配方都很不同的 但是出来的效果 都是大同小异的 不过讲回英国 是什么时候开始先 原来 最初最初 这个是从英国的报道 就是从 一个叫做 在大学的一个研究员 叫做John Hoffman 去开发出一种叫做 按机软机的一种化学物质 继而就有人利用它 来到去放入 这些的电子烟油里面 继而就产生 在英国俗称spice的烟油出来 在一些的 地下渠道里消瘦了 不过据问 这一样东西在英国 虽然都已经是 列为受管制的物质 这种spice 不过 到目前为止 都仍然是控制不了 被人在一些地下渠道 来到去销售的 可能因为提取 是否比你做 那些 药丸仔呢 没错了 是的 有一样东西 为什么可以在 小朋友 年轻人 那么流行 就是因为 方便过 以前就要打浸 现在它不需要 拿电子烟 来到去吸 有空吸 因为更容易 服食 而且那个效果 都相当之厉害 很容易就上头 所以 现在英国自己本身 对于这些毒品问题 都破位置严重 所以我颇为之担心 因为香港 在这方面 我相信 那个打击力度 要再加强 如果不是 你发展到 像英国 美国那样 就更加恐怖了 是的 吃了呢 最初就会出现 呼吸困难 心跳加速 还有会 手震 脚震 甚至乎 飙冷寒 如果吃得太多的话 甚至乎会突然 躺下也不一定 是的 英国 就有这样的情况 但是 美国也有的 之前我有不少节目都说过 美国的情况 就更差 它混了一种 受药 而有些人 就会以注射方式 现在就更加流行的 就是以 吃电子烟的方式 来吃 因为始终都是 比起拍针 方便很多 美国那种 混合受药 又是 更疯了一点 它不单止是会 令到你 有我刚才所提及的 一系列症状之外 更加会令到 你的皮肤 出现 溃烂的状况 哇 而这种 烟油 尤其是 是的 是很噁心的 有些视频 我见过是 尤其是 是一些 露宿者 很受欢迎的 这件事 混合了这种 受药的 电子烟油 我看过那些视频 很噁心得是怎样呢 就是 有些人在街上 傻傻傻傻 好像是喪丝 走走走走走走走 但是他身上 大腿 或者手手脚脚 甚至乎 面部 就出现一些 溃烂的症状 溃烂发臭 自然 就引起了一些 污鹰 生气 气 哇 那个人 是没死的 但是他动一动一动一动的 可想而知 喪丝中的喪丝 这些真的 是的 是神志不清的 自己 但是他又 不是没了条命 还在动的 但是有很多 污鹰 生气 就是你看到 画面 你都立刻想吐一样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这种东西 在美国 就特别流行的 哈哈哈 那么说回我刚才 在英国那个例子 那个Ben仔 他怎么样 最初原来就是 由他妈妈发现的 他当他妈妈发现 Ben仔 他家里的窗台 又收了一支 在厕所的水箱 又收了一支 在储物柜 又收了一支 找找找 很贵多 之后呢 就有 学校的家长 也都跟他联络上 就说他们学校 有好几个小孩 都对这些东西 想到人 是这么吃 于是 Ben的妈妈 她的妈妈 她的名字 就叫做Katy 她就很担心 继而就联络上 他们的学校 继而就 发现更加多的事情就是 在Ben仔 索到那间学校里面 是有不少的学生 都很喜欢吃这种东西 如果不吃的话 就怕 会被孤立 就是大家 不合群 所以就搞到 一个一个 动制压力 动制压力 很重要 是的 所以就搞到 一个一个 都上癮了 不吃的话 就反而会觉得 有种孤单的感觉 据闻当地 就有团体 就向英国 大约38间的中学 没收了不少的电子烟 回来 基本上 都是含有 这种叫做 酱油 的烟油 发现在这些电子烟里面 可想而知 那个蔓延速度 在英国 也是非常之快 对于 移英港人 的小朋友 我相信 都真的要再 看实一点 稳定一点 因为 这一样东西的蔓延速度 是非常之快 我反而就对香港 对于这些管制毒品的方式 就有信心 但是英国 看法就很难管得到 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 原来 这东西不单止在英国的中学流行起来 甚至乎 有些英国监狱 都发现有人吃这些东西 就是监狱里面 那些偷野走私都十分厉害 这个是的 英国的监狱 就是私人管理的 而有些监狱 轻松到是怎样呢 他们可以容许 那些犯人上网 可以用社交媒体 甚至乎 有些犯人 在监窗里面 做直播 所以 连这些都可以做 不设防监狱 类似是不设防 但是照道理 你不应该上网的 不应该可以随间的任由 在同外界接触 但是英国有些监狱 就可以这样的 所以 那个管制是这么差 也都导致这些电子烟 在监狱里面都很流行 但是如果你一般吃电子烟 普通烟油 就说 但是他吃这些东西 是加了料的烟油 所以现在那个情况 在监狱里面都颇严重的 是 明白 除此之外 根据英国的警方 都说 这种物质 不单只影响到小孩 连于小孩的自己 那个债务问题 可以陷入 为什么呢 因为小孩借钱买这些东西 当地的毒贩 在出手这些东西的定价 都颇为之高 而且 吃开之后 就上瘾 上瘾就会继续吃 继续买 有些甚至乎 恶劣到 上上瘾就 一声躺下在地下 都出现过 不少了 但是那个外貌 吃引君子的外貌 又跟上瘾不同 那些老师应该会留意到的 这个我就觉得很奇怪 不知为什么呢 英国的老师 是不是不是太在意 那些学生 他们平时的品行 还是什么呢 因为 教完书 一打中落堂 就回家睡觉 是不是这样呢 但是香港就看得紧一点的 相对来说 那我就对香港那边就 较有信心 但是英国出现这样的情况 而且蔓延得这么快 所以我再次劝一劝 这些新移英港人的小朋友 真的要 看紧一点他们 因为 你没办法的 如果你想融入一个社区 你很多时候 在学校 就很容易受到 这个同制压力 受到这个压力 就吸两嘴 吸两嘴 你就很容易上瘾 这些东西 你一天不吸 心就啰啰乱 甚至乎沾寒 沾冻这样的 而且那个 反应是普通之大的 是 那我再说回 我刚才所提及的 那个例子 阿Ben仔 之后阿Ben仔 怎样 尝试去解脱呢 那他妈呢 就决定 把他运在家 锁起门 不给钱 不给手机 不给他呆出 很难的 是锁起他 即是 边相远禁他 没错 要软禁他 不给他吃那些东西 那就对他来说 点床点脊的了 没错了 阿Ben就说回 当他给妈妈 运在家里的时候 他觉得自己是 整个空壳 很空虚 觉得自己是 很需要那样东西 空虚静寂寞我冬 是的 而这个日子 终终终维持了 两至三个星期之后 他就开始意识到 他身体越来越好 而且不会再对这件事 有任何的欲望 继续慢慢才可以 回复一个正常的状态 所以要撕掉 这件事也不容易 你要有人看着他 困住他 捱两三个星期才行 两三个星期来说 都挺长的时间 长的 你要困住他 如果他期间 变得人很暴力 乱破坏一些东西 怎么办呢 一个人不一定可以 看得确另一个人的 譬如这个 阿Ben如果他生得很健碩 妈妈看不确 甚至乎他出现 打妈妈的情况 可能是功亏一归的 好幸好 妈妈就能够成功 可以拆起他 困住他 过了两三个星期 最后也能戒得到 这一批人 但不是每个都能戒得到的 有些比较健碩的 小孩 真的可能会打死人 也不一定的 所以我认为 阿Ben这个例子 真的都算是很幸运的 不过他也都说 他在学校还有一些学生 还有些同学 都还没戒掉这件事 搞到不知道怎么办 他就可以回学 但他有一些同学 是没戒掉 还在学校吃 又或者在厕所里吃 情况都颇为之严重 估不到 不过从这件事 也都告诉大家 要撕掉这批人 你是很需要有家人 陪伴这样才行 所以如果有哪个小孩 知道哪个亲戚朋友的小孩 上了这批人 最好就尽快 落起他 困住他 熬两三个星期 就撕掉了他 这样才行 那两三个星期 我相信又躺床又躺 你睡都不用睡 那种意志力的对抗 是的 是挺恐怖的 应该是挺恐怖的 不过这件事呢 相比起美国流行那种 落受药 受药就更加毒了 不幸好 香港就没有流行这件事 之前英国也有人捉到 有落美国那种受药 我都听过 就会搞到皮肤溃烂 真是 那些毒犯 你死你死 关我什么事 是啊 已经是完全没有人性 中国人性 没错了 因为那个利润是实在太夸张了 原来你生产这些东西 你只需要十几二十元港元的成本 你就可以买300至500元 是吧 有这么大的利润空间 有很多人做的 而且 撒头生意也有人做 虚本生意也没有人做 尤其是这些期货 利润实在太高了 没错了 最麻烦的就是 现在这些新型的毒品 它本身的原材料 并不是给你拿你吸食的 是一些化工原料 但是将它合成了再吸食 就会产生这个毒品的后果 这些真是防不升防 可能也因为这个原因 有不少的西方媒体 就经常借这些事例来指责 中国、指责、印度 有提供这些化工原料 问题就是 你不是你们美国、英国那些 毒贩做这些东西 又怎样会成为毒品才可以呢 是吧 是呀 尤其是你所说的那些化学品 基本上 好像芬泰尼那样 之前是没有人管制的 是的 不论芬泰尼也是化学东西而已 它不是给你吸食的 不是毒品来的 但是想不到就搞一搞一搞一 就会变成成忍的东西 情形就好像这样 现在就是另一个问题就是 因为你要管制药物 它是有个清单的 现在每年都有一些新的化学品出现 就未列入为管制清单 而要发展到 出现一个大规模的社会现象 很多人承认了 你才可以立法、修法 将这些物质列为受管制 其实就好像 杜高一尺、魔高一丈那样 大家好像互相互斗法一样 这个情况是 所以真的是防不升防 不过我认为最令人可恨的 都是你美国也好 英国也好 在一些不同的报道里面 硬是就喜欢 就将这些事情 就赖到中国 现在还赖到印度 我不知道为什么没完 可能是印度 印度不听话 就赖到印度 你敢跟普京揽头揽脚 给你一些颜色看看 这个也有可能的 不过我都要认为 是的就是 这样的传媒操作方式 就搞到 很多人就以为中国有做这些事情 但是中国就吃了这个死猫 很多年了 那好吧 关于太空油 或者叫什么香料 香料 香料的毒品 今次就 跟大家分享到这为止 下次回来 再跟大家分享其他的话题 拜拜 拜拜